我覺得創作者是很需要一個自由的舞台 從我說大概剛畢業的時候 那種被確定的感覺是很重要 不然你很容易都會不知道自己的那個價值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實踐是很好的學校 然後那個時候是那個時候是設計系剛起來的時候 實踐還沒有大樓的時候就是設計系是跟設工系借大樓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連原字也沒有設計系 那個時候就是最早的 不像然後現在十一年了吧 所以現在大設計系是爆炸 以前是剛就是最新的時候這樣子 沒有特別想要念什麼 然後進去第一次平圖也是畫一些很鳥的漫畫 然後很丟臉 然後一直被老師被主任嘛 就是當初設計系就是一個比較新的行業 然後新的學院學系 然後我我本來就對美術有興趣 就是我都是我一直都想要念設計系啊 沒有說想要念電子音樂或是特別什麼 電子音樂是因為進去以後我們有 我們有Arduino的課 然後大 應該是大三的時候我才開始碰 是Max MSP 就是反正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軟體的平台讓你去控制硬體 也可以做聲音也可以做影像 但是用圖像式介面 對那個東西很影響很大 對因為有Arduino跟Max MSP的時候 就基本上我可以獨立完成任何事情 然後再加電子零件就很確定了那個模式 因為就我可以做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很非常確定我就是要創作 我就是要我有太多東西要做 因為都是接一些表演的案子 其實因為那個衣服它比較有受到關注 所以後來就收都是收到E-mail 收到E-mail請我做 然後是東南亞的藝人 還有那個日本的藝人 然後還有很多啦 還有很多什麼 國外他有做什麼一個主題樂園 他也要表演服什麼的 可是後來自己就變得比較排斥 因為都是在 就是沒有在發展自己的 就沒有進步啦 就是好我只是好玩 因為其實我做那件衣服 我就到處旅行 因為他們都會請我過去 因為怕衣服壞掉 就變就是在當成旅行的籌碼這樣 那時候是從拼湊以後 覺得非常新 你對自己的東西的熱情有 就是很 比較重要的部分是 這東西有沒有很新 那時候就覺得 很有很多 還有很多的空間 就覺得非常有意思 先是開始做好大概一兩年的 就是表演服裝的東西 然後剛好那個 就是導電縫線那塊 就是材料那邊 也是越來越起來 就覺得 除了表演衣以外 我要再去 我想做更類似 就是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因為表演的那個服裝還是在 還是在比較商業的嘛 然後後來就變成對材料 興趣就跑到材料本身上面 然後就更開始的去 專注在就是 就是Flexible 就是軟性電路啊 還有就是跟身體有 就是Wareable的東西 變成去 會去關注那些領域 就是 e-textile的領域 然後就發現其實 國外有很多 這種 就是 手工的 類似Prototype的東西 導電縫線是變成是一個 新的一塊 然後我在國外發現又 族群是很大 其實就是 已經 很 具體 然後就會去關注那些 那些group在做什麼 然後就寫那國藝會的計畫 然後就想要再發展一個新的 就第二次 第一次是個人補助 第二次的話就是到那個墨西哥 就是再把那個刺繡計畫再延伸變成 因為我用刺繡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它跟傳統工藝有什麼關係 那只是我自己在家縫 然後後來才會把它 試圖把它跟 藝術論述有點關係 就扯到那個 傳統工藝跟新媒體的 結合 真正啟發可能是就是在那個墨西哥 因為那個東西也很 也是很幸運吧 因為我選就是我不要去 我不要再去選歐洲跟很成熟的市場 所以我就選那個 我就選南美洲 因為南美洲 那個計畫就是那個國藝會海外移遊 就是我第一屆嘛 然後它 其實它就是補助你讓你去 就是有點像那個雲門的流量者 我沒有做很多 research 我只是找了一個住村 然後那個住村是在一個 就是資品很發達的那個小鎮 他們就是 就是以資品為名的一個城 然後裡面有一個比較當代的一個住村單位 它是私人的 給了你一些課 然後 給了你一些 就是support 幫你發表 幫你open studio 然後 那都做得不錯啦 但真正有意思 是有一次open studio 有一個 那個 當地的 也是一個 他們就是 像NGO 但是它是一個小型的 一個 也算是文創 做文創跟公平交易的 一個 一個團 一個團隊 他就非常有興趣 因為他們就是做公仔 那他就是 一直想要叫我 幫他們做那個玩具的 刺繡的LED的衣服 但我一開始也是都聽不懂 因為我西班牙不好 西班牙文不好嘛 所以就 就 怪怪 可是他們只能看起來就很好 就是非常 他們就是非常充滿愛這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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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就是好人啊 然後我就 就跟國藝慧申請那個 延期 就是做 就 就被他們雇用這樣 然後雇用以後就變成是很久 就變 其實 大家海外遊的計畫都兩個月就回去 就我自己帶到吧 八個月 因為他就是 呃 帶我到 比較深山的那個區域 然後去 去跟他們的點合作 他們就是有很多 談好的村落 反正在那邊的話就是 他們可以這樣玩 是因為 那個省份就是 就是 百分之九十都是山區啊 真正有人住的地方 大概就只有像 一個 台北的一個區 面積而已 但那個 我記得那個省應該 好像比台灣大三倍 所以就是很 很 很誇張的地方 然後就第一次就看到他是 怎麼 利用 呃 用設計啊 還有工藝去 串聯 城市跟村落 然後用社區 用那個社區的合作去創造 一個 一個經濟啊 然後我就 我覺得那個時候就很 很 非常震撼 有人當然是很 知道自己怎麼做 但也有很多人是 不知道 就是那是找自己方向的時候 就 那個計畫是給這種 人嗎 就是讓你去多看 那我就 我覺得我有找到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計畫 因為 因為我都覺得像我 之前不喜歡表演的衣服 還有做那些商業東西 我覺得他沒有 他沒有社會性 然後他沒有辦法 去 成為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 對金錢的 欸 我對金錢沒有什麼概念 然後我對 我對創作也還是很有疑問 因為 他沒有什麼幫助 在 沒有什麼社會性的幫助 有小部分的東西出去變成商品 但也都還 都是 都是非常 就是其實蠻無聊的 就是 會變色 圍巾啊 變色的 鞋子啊 因為變成商品的話 還是沒有什麼 對 所以 反正電影之群它就是 一直都很有趣 就是因為它 是場沒需求 所以它一直都沒有變成一個 真正的很 很 廣為人知的一個 商品 所以 它就一直維持在一個 很神秘的 一個 領域 所以 最多人在用的 用這些智慧材料啊 導電植物 都是 藝術家 做 就是 藝術的裝置 或是 運用 對啊 然後很明顯的感覺就是 11年 就只 還在Craft 的階段 13後 對 才有第一個 那個 Google Watch 欸不是那個 Apple Watch 嘛 那時候 有一個感覺是 喔 東西終於要變成 就是 商品 然後再來才是15年的那個 Jaqua Project Google的嘛 所以大家現在 才 15年中啊 然後現在大家就是 喔 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個 所以我覺得 好像藝術也不用再玩了 對 因為現在真的比較 比較多人知道了 沒有以前 做一個Prototype 因為 因為 就是他實在藝術裡面的那個 在 用藝術表現的話 他的實驗性已經 下降 已經 沒有那麼有趣 所以就是 我會 我會感覺我要再 木放到 另外一個 呃 材料上面 所以我才 我才去年 我就 那工作已經結束以後 我就開始做 那些一些感光材料的那個 那個 就是在那個 法國那個工作坊我 我們有分很多組嘛 然後 有一組他們就專門在實驗 各種智慧墨水啊 感溫的 感光的 然後 對子彎線反應的 那時候就玩很多墨水 還有捲板啊 然後 導電墨水啊 然後 最有興趣 就 就是 感光嘛 因為 雷射就是 programmable 就是 可以被控制的 然後 好像沒有人 用過 就是 就A加B 就A加B 就 試試看啊 然後回來以後 就真的 可以成功這樣 那個 成功以後 就 又被找去教課 跟 還有實踐 被當成就是 一個 好像一個 新 就很有趣的數位印花的 一個 領域 就是墨水 他有感光的墨水 然後 他 就是 其實一開始 是在那個墨水族 就發現有很多的T恤 他就是用 用透明投影片的負片 然後 蓋在衣服上面 再用 欸 你墨水先塗在 白色植物上面 然後 再蓋負片就可以 拿去 曬太陽了 然後那個圖案就會 因為 顏色就會結合 跟纖維結合在一起 然後 那已經是一個產品了 然後 我回來我就找了一個 接近紫外線的雷射 波段的 雷射 就 試試看 結果 那個產品就不行 因為 因為雷射波段跟那個 他是用雷射 就是用那個紫外線的那個 原理啦 然後 讓那個 那個墨水 那個墨水裡面 它就是有光啟發劑 光影發劑 就是 他是用 光的波段來分的啦 所以你是400以下 就是 400Nm 光的 光譜裡面400以下 它是那個 紫外線 就是不可見光 然後 然後 他們做這些 感光的產品的時候 它裡面都會加 光影發劑 那光影發劑 有 有395的 有405的 有366的 就是它有對應 它有各種不同的波段 所以你不一定 每個產品都可以跟 405 work 所以那個 產品裡面 它大概都是365的 就是我的波段不夠 不夠強 不夠低 所以就 沒有辦法成功 然後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 紫外線雷射就是更貴 因為都是五六十萬起跳 就是 它 就是天然 天 它本來就是這麼貴 我也不太理解為什麼 所以就變成是只好自己去調墨水 然後後來就去研究那個 就是 最早的那個 沖洗照片的那些印象法 就是 我們怎麼 就是看他們怎麼去調那些感光 用這些 就是最普通的藥劑的 然後就 就那個成功的 因為那個 就是 青板鮮硬啊 青板鮮硬就是最早的 人類拿來 拷貝植物用的那個 方法 然後 就是藍賽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 它大概在 300 395吧 390 395 就 所以可以 欸就成功 然後又 又再去試 就 就又跑去研究 很多 印象法 因為那個 它從就是 好像一八九幾年就一直在演化 所以它有 它有很多的那個 不同的 配方 從 鐵岩到 鐵音呢 就是不同的 呃 配方啊 反正就是 蓋材料的東西就一直 從 對啊 從 從墨西哥回來 以後 到電子製品之後 一直到現在 嗯 現在是會想要把它再 拉回來到 跟 跟我自己比較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做一些 就是 攝影的作品 可是是跟 神婆 呃 有連結 就是像 嗯 從雷射染這個技術開始 就 反正都 在跑 再跑去把那些就是 就是 就是用程式算的那些pattern 就是像比如說像 Generative的東西 還有 像 computational sketch 反正雷射染它提供我一個output 然後 我又 我會再回頭看我本來有什麼 技能又可以連結這樣 然後 再去把它做成一個 新的output 對 那我覺得 那不是自己的定義 就是 目前的現況 我沒有一直專注在 我都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領域 專注一陣 一個專注 我沒有 然後 我想要最後 再把 大家 都 在 都拼起來 對 因為我可能沒有在 我的職業 我的經濟收入跟職業 不是很穩定 我沒有 我沒有 一個 強迫性說 我必須要待在什麼領域裡面 我是一定要耕耘什麼領域 一直在那邊 我是 我是都跳來跳去 所以當然就是這樣子 其實是很 不是很好 因為經濟上面不是很好 可是 就是 有趣的方式 是我 這樣很自由 然後 比較不會 很容易就是變成 跟別人通知性比較高的東西 比較像 所以就 比較跳通 我還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麼 但我就是 我覺得有太多東西要玩了 所以我都是一直在 用一種 不是很專業的 方式在維持這些東西 所以 對啊 當然最大的東西是 自己的 熱忱嘛 當然 我真的是覺得很好 好玩啊 好玩的 不得了 然後 就是 一直不斷的學習吧 就是 像以前都是 像電子零 最早就是 電子零件的簡單的 那些DIY 然後到現在 會知道這些光學的 反應 然後還有這些 奈米的 跟奈米科技的關係的東西 然後還有 一些電化學的反應 就 開始 其實真的對了 真的是 對材料 越來越多 理解 但是自己的 背景是 就是比較跨領域的 所以就 一直有這些 新的approach 我覺得就是要有這些 新的approach 讓你去 維持你的 熱情 所以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就沒有一直 很少 大概頂多幾個月 會重複的去 複製 一個作品 或維持那個型態 但我馬上就丟掉了 我馬上就 我馬上就換一個 對 那個我覺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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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對你的職業 其實是 經濟上是有傷害的 因為這樣 並不專業 但 但是 維持你的 新的探索是 很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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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對 非常 以ok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